你活到50岁 你回头一看 你会发现你一路走来 好像都有一只手在安排 你非这样不可 你这一路走来 就是造成你今天这个样子 你跑不掉 你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从小到大 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成果 已经告诉我们 一个人每20年会变一次 你看我们社会上说 世代交替 差不多也是20年 每一个人要替自己 负100%的责任 假定你现在30岁 你就要替你将来50岁时候负责任 一个人到了50岁 你就知道不冤天不由人 一切都自己搞成了 所以我们中文最聪明 一切都说你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他就在讲这句话 每个人都是搞自己 不能搞谁的 搞来搞去搞成这样子 你眼长得怎么样 也是你自己搞成了 整天看武侠小时候 看到最后那个美貌就阳选 你看武侠小时候 看那么多个人吗 你一看他长相 就知道他看什么时候 还用问吗 所以要交朋友最要紧 看他看什么时候 反正会看这种书的人 你少跟他来往 这是最明确 最有效的判断方法 那怎么办 那我是劝各位 你越早读《易经》 你受用的时间越长 去看一本书 叫做《易经》真的很容易